你是不是觉得单身会比较容易有资源接到案子 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请问你其他的朋友都知道你家的状况吗 没有就我身边几个最好的朋友知道 我觉得你的人生是很需要别人爱你的 在小甘身上要得到这样的爱吗 没有感觉到 从来没有过还是以前有现在没有 最开始的时候有感受过 后面都越来越少了是吧 对 那还让你坚持下去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从来没有感受过就是家庭的那种温暖 我最开始的时候在他身上感受到了 所以我就不想那么容易放弃 小甘 我就想问你一件事 如果你们走下去 你曾经考虑过有一天要帮他照顾他爸爸和他哥哥吗 他家庭这一块的话 因为他经常会跟我说 我也顾虑很多 其实他家庭对我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问题点 觉得有点沉重对不对 对 我觉得是个问题 所以说我考虑过 其实在两位各自陈述了你们的 案例 之后 我觉得两个人都自私 不好意思 让我直说更自私的是你 我承认我是一个比较自私的人 但是我改不了 所以说我需要找一个适合我的 但你一定要明白 你要的东西不见得叫做爱情 你要的东西可能真的就是一个保姆 或者你要的就是一个长得漂亮要对我好的某种角色 但爱情是你会想要更多的为他付出 请一天假去陪他没事的 让你的朋友笑你 带老婆来 一边谈工作 一边陪老婆 没事的 深夜十一点换个衣服去看看 爱人有没有在这个车站 参风露宿 没事的 也许 当你懂得为爱情去照顾对方的时候 那个是我心中认定的爱上一个人 所以小张啊 我想跟你讲一句话啊 我认为什么叫好男人 或者能对我好的男人 他长得帅不帅不重要 重点是 在他的眼中能不能看见我的美好 这个男人有没有钱不重要 重点是他有没有办法 让我爸爸花他的钱 我不觉得爸爸一定要都跟你伸手拿钱 但是我只能说在小甘身上 你恐怕要不到你现在渴望的家庭温暖 因为他想要找的是一个给他温暖的人 而不是让他给予温暖的位相 好 谢谢柯老师 孩子的房间可以什么都不惯 但是一定不能少了四张这样的地图 他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打开孩子看世界的双眼 他就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 当然还少不了另外两张儿童知识地图 中国地图 加深孩子对国家各个地区风土人情和人文特征的了解 世界地图呢 让孩子足不出户就能看到非洲的金字塔 澳洲的袋数 南极洲的企鹅 超多的新奇事物 知识地图让孩子对世界的地理历史发展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都能增加孩子的知识面 孩子一眼就能记住 地理学好了语文历史的成绩自然也都上来了